大家好,我是林医生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人们的各种情绪喜好都会通过眼神传达出来 那么除了观察周围的环境以及传达某种情绪以外 我们还能够通过眼睛看到哪些问题呢 其实通过人们的眼睛的变化 也可以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一些了解 首先如果说眼球向外突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有近视的人 他们的眼球出现一些变形 向外突出这种变化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群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假抗的患者 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患者的眼眶肌肉以及脂肪的体积增厚 从而对眼球的神经造成一个压迫 而这种压迫会让人的眼眶空间变小 从而导致眼球因为挤压而变形 最终会表现为眼球突出的症状 另外就是视野出现模糊 如果说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突然发现自己出现视野模糊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是属于中风的这种症状的表现 这是因为中风它产生的过程当中 会给视网膜动脉造成一定的阻塞 这种阻塞就会造成我们突然出现视野模糊 或者失去光感的现象 也许这种症状只是存在几秒或者几分钟 便会视力恢复 但是只要有这种症状的出现 那么就表明眼睛在给我们发出警示 还有就是指角膜出现脂肪环 有一种眼部的症状也表明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那就是角膜出现的脂肪环 这种脂肪环是由角膜周边的机质 类植物成绩所导致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脂肪环会在角膜周围去环绕 而研究表明这种脂肪环的出现 往往会伴随着高脂蛋白血症的一个并发 同时还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的血管疾病 而这些疾病它往往都会出现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 还有就是眼白发黄 当我们上发现了眼白颜色变黄的这个现象 就要考虑它是否已经自身健康出了问题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由于骨膜黄染所导致的 此外的患者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记得皮肤是否也出现了暗黄这样的变化 这些情况有可能是黄胆的征兆 那么当我们的肝胆其同的功能出现异常 比如说胆质出现了淤积 导致了血液的胆红素水平过高 就会出现了眼白发黄皮肤发黄 这种现象的出现 好了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助了更多需要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